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冰与火之战冷战历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跌往深处 今日成的绑架计划 二 电影里的谍战 CIA与好莱坞的合作 三 冷战海底 苏联的潜艇光缆切割行动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跌往深处 今日成的绑架计划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这个听起来就像是 出自间谍小说的真实故事 今日成的绑架计划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 当时的朝鲜领导人今日成 他不仅是个喜欢穿着厚厚军装的领导人 还是个对南朝鲜 现在的韩国 怀有强烈统一愿望的梦想家 但他的统一方式 嗯 有点特别 1978年 今日成下达了一个大胆的命令 绑架一位著名的南韩导演 申相宇和他的前妻 著名女演员崔恩熙 今日成的想法是 通过这对电影界的明星夫妇 他能够提升朝鲜的电影产业 从而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 并在文化上影响南韩 这个计划 听起来像是坏蛋大佬 在把玩地球一时突然想出来的点子 但今日成是认真的 他派出了他的特工 这些特工像是从007电影里走出来的角色 他们执行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 申相宇先是在香港被绑架 而崔恩熙则是在意大利被骗上了一艘朝鲜的船 想象一下 这对夫妇在朝鲜相聚时的情景 一方面可能是欣喜若狂的重逢 另一方面则是意识到 自己成了国际政治斗争中的棋子 今日成让他们住进了豪华的别墅 并给予了他们拍摄电影的资源 但这并不是他们梦想中的好莱坞生活 而是一个金色的监狱 申相宇和崔恩熙在朝鲜待了八年 期间他们确实制作了一些电影 包括一部名为《蓝色的湖泊》的电影 这部电影在朝鲜被认为是经典制作 但他们的心始终想着逃离 1986年 他们在维也纳参加一个电影节时成功逃脱 并最终找到了美国大使馆的庇护 这个故事的结局像是好莱坞大片的高潮部分 但它确实发生了 今日成的绑架计划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他的文化宣传目的 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现实生活有时比小说更加离奇 而且即使是在蝶网深处 人的意志和对自由的渴望仍然能够找到出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电影里的谍战 CIA与好莱坞的合作 当然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既兴奋 又有点戏剧性的话题 电影里的谍战 特别是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好莱坞的神秘合作 请坐好 我们这就揭开这段 跨越荧幕与现实的双面间谍故事的面纱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好莱坞对于间谍的描绘 往往是充满了夸张与戏剧性的 你看 那些穿着笔挺西装 手里拿着马丁尼酒 摇不摇晃都行 同时还能在爆炸中侥幸逃生的英俊特工形象 实际上与真实的情报工作差得有点远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CIA就完全与好莱坞无缘 实际上CIA与好莱坞之间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 那时CIA认识到了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性 开始秘密资助一些电影和电视节目 以此来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信息 这种合作的一个著名例子是1950年代的电影 动物庄园 这是根据乔治奥威尔的同名小说改变的动画片 被用作反共宣传的工具 进入21世纪 这种合作变得更加公开 CIA有时会提供咨询服务 帮助电影制作人更准确地描绘情报工作的细节 比如 电影《零暗三十》 《Zero Dark Thirty》 它讲述了美国海报突击对击碧本 拉登的故事 就得到了CIA的协助 虽然这种合作提高了电影的真实性 但也引发了关于政府宣传和艺术自由之间界限的争议 有趣的是 CIA不仅仅在幕后提供帮助 有时候它还会成为电影的主角 比如 电影《亚果出任务》 Argo 就是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讲述了1979年伊朗人之危机期间 CIA如何伪装成好莱坞电影制作团队 成功营救了6名美国外交官 这部电影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也让人们看到了 CIA与好莱坞之间合作的另一面 不过 别忘了 好莱坞的电影往往喜欢加入一些戏剧化的元素 所以即使是基于真实事件的电影 也可能会有一些创意上的调味 这就像是给一道本来就很美味的菜肴 加上一点额外的香料 让它更加诱人 但也可能会让人忘记原本的味道 总之 CIA与好莱坞的合作 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两者相互依赖 又各自保持距离 在这场舞蹈中 真实与虚构交织 政治与娱乐共存 而我们 作为观众 既享受着这场视觉盛宴 又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 荧幕上的故事 不论多么真实 终究还是一场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冷战海底 苏联的潜艇光缆切割行动 当然 这个故事是冷战期间间谍小说 和好莱坞电影情节的完美融合 想象一下 深邃的大海下 苏联的潜艇 悄无声息地划过冰冷的水域 他们的任务并非发射核导弹 而是进行 一项更为隐秘的行动 切割位于海底的通信光缆 这个故事发生在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那时候 全球通信的大部分 依赖于海底光缆 这些光缆 就像是大洋底部的信息高速公路 连接着不同大陆之间的电话 和数据传输 苏联 作为美国在冷战中的对手 自然对这些光缆格外感兴趣 苏联的潜艇部队 特别是他们的特种潜艇 被指派了一个秘密任务 定位这些海底光缆 并在必要时切断他们 这样的行动 可以在紧张局势升级时 切断敌对国家的通信 或者更狡猾地 安装监听设备 来切听通过光缆传输的信息 想象一下 一群苏联潜水员 在冰冷的海水中 手持巨大的剪刀 好吧 可能是更高科技的切割工具 像是在进行一场水下园艺活动 只不过他们修剪的 不是海藻 而是国际通信的命脉 这种行动 不仅需要精确的导航技术 还需要大量的勇气和技巧 毕竟 海底环境极其恶劣 而且一旦被发现 潜艇和其船员 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 不过 苏联潜艇兵 似乎对此乐此不疲 他们就像是海底的忍者 悄无声息地 执行着他们的秘密任务 虽然这听起来 像是一段精彩的冒险故事 但实际上 这些行动 对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局势 有着重大影响 他们展示了冷战双方 在技术和情报战中的较量 以及在全球范围内 争夺信息优势的决心 最终 随着冷战的结束 这些秘密行动 也逐渐浮出水面 成为了历史学家和军事爱好者 津津乐道的话题 而我们 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中 回味这段历史 感叹那个时代的 技术奇迹和间谍活动的 惊险刺激 不过 别忘了 这些故事也提醒我们 在今天这个 信息化的世界里 通信安全 仍然是国家安全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聊了一些真实故事 看似出自间谍小说 但却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谈到了金日成的绑架计划 CIA与好莱坞的合作 以及苏联潜艇光缆切割行动 这些故事 让我们深入了解了 间谍活动的奇妙和危险性 金日成的绑架计划 虽然有些疯狂 但也展示了 它对南韩的统一愿望 和它对文化影响力的重视 然而 最终这个计划 以失败告终 也让我们看到 无论在谍往深处 人的意志和对自由的渴望 仍然能够找到出路 CIA与好莱坞的合作 展示了政府和娱乐产业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种合作 既提高了电影的真实性 又引发了关于政府宣传 和艺术自由之间界限的争议 不过 无论如何 这种合作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精彩的谍战电影 让我们享受着视觉盛宴 苏联潜艇光缆切割行动 展示了冷战时期 双方在技术和情报战中的较量 这些秘密行动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局势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 展示了全球范围内 争夺信息优势的决心 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 现实生活有时比小说更加离奇 无论是统一愿望 政府合作 还是间谍行动 都展现了人类对权力 自由和信息的渴望 作为观众 我们在安全的环境中回味这些故事 感叹历史的奇妙和间谍活动的惊险刺激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这些故事 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讨论并探索 这些真实故事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